上海疫情持续恶化 根据中共国家卫健委3月22号的疫情通报 上海单日本土感染病例再创新高 接近900例 在当天上海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 市卫健委主任乌京蕾表示 除了定点医院 上海已征用后备医疗机构的床位 集中隔离收治COVID病毒阳性感染者 其中就包括位于浦东新区的州普医院 州普医院在22号上午发公告称 自当天起暂停门诊急诊住院服务 但根据住在该医院隔壁居民小区的知情人介绍 州普医院20号白天就清空了住院病患 当天深夜开始接收COVID患者 都开始罢工了 院长开个新闻发布会把我们都卖了 因为州普医院临时被征用为COVID隔离医院 该院护士21号集体抗议 他们州普医院的护士 也有我们的邻居叫我们居民一起反应 帮助他们一下 所有的设施也没有 护压膜设施保护设施都没有 叫他们就叫那个一线的医务人员护士去前线去 医生就躲在后面 然后李明也躲在后面 他顶多就是坐下来宣传一下就好了 州普医院院长李明在3月18号 上海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称 该院已加固防控系统 而且院部领导24小时职守在院代班 不过根据医院内部人员传出的视频 实际情况大相径庭 让护士们崩溃 我们今天发现所有的门枪全部给我封死了 而且用木板全部封死 我们只知道在飞碟的时候 大家都要通风 因为把外面的空气给队流出去 否则全部封死的话 我们的空气是病人也呼吸 我们也呼吸 我们里面你说白天两个护士 一个医生 晚上只有一个护士 医生都没有 我们护士去找谁 跟谁去联系 对吧 我们怎么来承讯他 周浦医院护士长在与院方交涉时提到 护士们不分昼夜地进行核酸采样 有人已经连续36个小时没有睡觉 人口约2600万的上海市 在3月18号到20号三天时间里 累计进行核酸筛查3000多万人次 目前上海市不少大型医院 都被征用作为隔离点 医疗系统不堪重负 你不用录像 可以吗 小朋友建议大家 不要发在抖音跟发在外面 不怕 但是这是纪律 现在是整个国家 包括上海市应该讲 是比较紧 现在是比较困难的时期 但是作为医务人员 作为我们有责任往前去冲 本周 上海多个区的居民被强制隔离14天 有些小区甚至被拉上了电网 新唐人记者李兰 特约记者杜小华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